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尊敬的师父上人 诸位法师 诸位同修 大家好 我们刚刚提到了 父母呼 应勿还 父母命 行勿来 父母教 须径听 刚刚有没有同修去买刮胡刀的 父母折啊 须顺承 当父母折罚我们的时候 我们应该啊 虚心接受 好好啊 检讨 好好反省 改过 因为毕竟啊 父母是用一份 爱护我们的心 希望我们啊 能够 得行 增长 才会教育我们 折罚我们 我曾经啊 我曾经啊 也问小朋友 说你假如被 父母处罚 那你 内心啊 是什么想法 诸位同修 你的孩子被你处罚完 他是什么想法 你们有没有去想过这个问题 孩子啊 最多的答案是 好衰哦 好衰哦 被父母骂了 下一次啊 做错事 不要被看到 就不会被骂 那这样好不好 对啊 所以孩子的心理状况啊 我们要敏锐啊 去观察 你才能够引导他 正确的态度 所以我们当老师啊 要帮父母说话 要让孩子体恤啊 父母教育你们 也是对你们的一份爱惜 我就告诉学生 说一个人啊 发了脾气以后 会不会觉得神清气爽 很有精神 你有没有看过一个人 发完脾气说 哇我精神百倍 有没有 没看过吧 发完脾气 大部分身体会觉得怎么样 比较累 为什么 因为一发脾气啊 身体会产生大量的毒素啊 所以发一次脾气啊 要几天才可以恢复过来 三天啊 所以这个对身体啊 是很大的损伤 为什么父母 为什么父母知道啊 发脾气 对自己身体不好 但是他还是要管教你 因为怕你不学好啊 怕你人生没有建立正确的人格态度啊 所以是为了你好 宁可伤害自己的身体啊 也要教会 也要教会你 所以你要体恤父母的用心 所以我们要对得起父母的这一个教会 绝对不能说很衰啊 而是要借由这一个教训以后 了解到自己啊 哪里犯的过失 往后啊 绝对怎么样 不能再犯 这样才对得起父母的教导 要学习源源的德行 源源能做到 不恶过 所以下一次不能再犯 我们应该抱持着 哀骂患得进步 每一次教训完了 我一定可以再进步 赶快把过失啊 导正过来 当孩子被教训之后啊 他的心态是如此 那他也能够珍惜这一个机会啊 提升自己 他就不是啊 情绪化而已 而是能用理智啊 来面对事情 好 那所以父母者啊 虚顺承 在春秋时候有一个孝子 叫曾生 有一次 有一次他父亲很生气啊 处罚他 那刚好呢 顺手啊 拿起旁边的一根棍子 很粗啊 结果一打啊 他很乖啊 都不动 父母则怎么样 虚顺承 就乖乖在那里啊 给爸爸打 结果爸爸因为啊 情绪 比较大 所以失控啊 把他打昏了 结果这一个消息啊 传到孔夫子的 耳里面啊 夫子就说了 说你这样做啊 不笑 曾生觉得我很乖啊 父母择虚顺承啊 连跑都不跑 怎么会不笑 夫子说 假如你的父亲 失手把你打死了 那谁最伤心啊 父母啊 这样我们是献父母啊 于不义啊 所以学道理啊 要灵活一点 所以夫子告诉曾生说 小杖则瘦 小棍子可以瘦 大杖啊 我用跑得比较快 大杖则走啊 赶快离开 所以我们求学问 要学灵活 懂得全变 所以今天我们学完之后 比方说刚好犯了过失 爸爸在骂你 这个时候你要 父母叫虚静听 但是假如你父亲有心脏病 看你呢 越看越生气 这个时候你可不能站在那里 要赶快怎么样 赶快离开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懂的 观察情况 处处啊 替父母 所想 好 那除了父母乎 应勿还 那谁乎啊 也要应勿还 我们看五轮关系啊 比方说 君臣关系 领导呼 怎么样 应勿还 领导命啊 行勿 所以我们这个态度真正做到 那你的上师一定对你非常 欢喜 他要带你 就是要带下属出门啊 一定会带谁 一定会带你 都带那些很有礼貌 懂得帮人家夹菜啊 帮人家倒茶的 所以 这个态度啊 也会影响孩子以后的事业 记得我们在广东 有一次见到一个园长 他就有提到 有一次他跟广东的客户见面 那也带了一些啊 他们学校里面的老师 一起去吃饭 那他带着两三位老师去吃饭的用意在哪 重点是请客人吃饭嘛 那带着几位年轻的老师去要干嘛 当然要帮忙招呼啊 总不能让老板去坐在门口端菜吧 所以要懂得这些礼与礼貌啊 才能够啊 协助领导者 而不会帮领导人啊 统楼子 结果这些孩子也没有学地址规啊 这些老师也没有学地址规 所以点菜啊 因为是广东的客户 所以一定点给谁吃啊 点广东菜给客户吃 结果那些老师啊 有的是湖南人 湖南人喜欢吃辣 所以一边吃菜啊 这些老师就在那里说 真难吃 在那里议论起来 所以这个领导人呢 很不舒服 好不容易啊 上了一两道呢 比较辣的菜 结果啊 这个领导人当然把菜怎么样 先转到客户的面前 结果这个客户才夹一口啊 这些年轻的老师马上 转过去 赶快夹起来 结果他又把他转回来啊 转到这个客户面前 没多久啊 他们又把他转回去 所以真的啊 不学理啊 无理力啊 连这个做人的分寸都不懂啊 事业很难立足 很有可能啊 会给人家添麻烦 所以对长者啊 对领导者 我们都要有恭敬的态度 要懂得察言观色 所以 领导教啊 需静听 领导者啊 需顺承 所以一个孩子懂得受教啊 他到公司去啊 才能够真正得到 这些公司里面主管 还有长辈的疼爱 所以五轮关系当中 君臣关系也要做到这一条 再来夫妇关系 太太夫 怎么样 要互相尊重嘛 太太夫也要应勿还 太太命啊 也要行勿来 大运的事情要做啊 不能偷偷 拉拉 假如太太叫呢 要需静听 闽南话说 听老婆的话才会富贵 当然听老婆的话 要听她对的话 你老婆给你很好的建言啊 我们都要能够接受 因为毕竟啊 当局者民啊 旁观者亲啊 你有一个好太太随时在旁边帮你叮领啊 那是你莫大的福分 人生的过程有很多的挑战跟诱惑啊 假如你一不小心跌倒了 可能就很难再爬起来 那太太是相夫教子 好 所以太太者啊 也要须顺承 再来我们看兄弟 看朋友 事实上也应该落实在这一句教诲之中 儿子呼 也要怎么样 儿子呼可不能应勿还 你儿子说 爸爸 你马上很乖跑过来 儿子有什么事吗 那就倒了 这个不行啊 因为孩子我们要掌养他的孝心跟恭敬心 所以应该是 他要遵守这一条教诲 那除了五轮关系之外 还有一轮关系至关重要 五轮关系 假如没有这一轮关系啊 这五轮关系也无法彰显 这一轮是哪一轮 师生关系 诸位同学 五轮的道理啊 都必须透过老师教诲 人才懂得这样去做人 所以老师呼应勿还 老师命行勿啦 我在跟随师父上人学习的这个过程 我是偶然的机会啊 在电视看到师父讲经 一听啊 一听啊 很欢喜 从来没有听过啊 这么好的道理 所以确确实实啊 人不是不学啊 而是没有遇到啊 好的因缘 我们有一位同修啊 他刚好看到电视 班师夺奖 他坐在那里啊 一边看啊 一边掉眼泪 哭得稀里哗啦 一个大男人 为什么哭呢 他说我这一辈子 为什么就遇不到 这么好的老师 结果后来啊 他也听到师父讲经 内心很欢喜啊 所以他本来是事业做很大 他做房地产 他马上啊 珍惜这个学到的机缘 把他的公司啊 通通收掉 不做啦 我要好好学到 所有的同业人员啊 都觉得他怎么样 脑筋有问题 这么多的钱不赚啊 要去修学佛法 结果很有意思啊 因为他所有都收掉了 过没多久啊 房地产大跌 所有的同业啊 都亏了稀里哗啦的 所以同业人员都说啊 他会算 所以诸位同修 因为一颗求到 好学之心啊 把他的恶难怎么样 解掉了 他说他一开始 听经啊 听八个小时 差不多五六个小时 都在打瞌睡 但是他很坚持 遇到这么好的老师啊 他一定要好好学下去 后来慢慢那个昏沉的现象啊 就减去了 所以我们 我遇到这么好的机会啊 也很珍惜 就开始学习佛法 诸位同修啊 你们可能是比较有福分啊 一开始就听闻 牢上的教法 我是曾经啊 从事教育训练 也接触到很多的演讲 那听的大半啊 其实都是 邪知 邪见 你看现在社会上讲的 成功 我一定要成功 他们对成功的认知是什么 如何赚进人生的 一千万 如何赚进人生 更多的财富 这样的认知 对不对 已经有所偏颇 因为人生是全方位的经营 绝对不是只有在财富当中经营 而财富是不是赠来的 也不是啊 所以当他们接受的是 这一些知见的时候 其实他的人生啊 已经陷入很危险的境地 那我在从事这些工作的过程啊 他们来上课很贵 三天上课啊 台币要三万多块 还有的上十天啊 要五六万块 这个行情啊 是已经五六年前的行情 现在上更贵 结果我就觉得自己很愚痴啊 这么好的佛法 经典啊 人家送我们 我们视而不见 还自己花大把大把的钞票怎么样 去送给别人 相信也是以前欠人家的钱 一饮一走 莫非前定 所以当我们能够听闻师长的教诲啊 内心啊 内心啊 非常欢喜 那师长教啊 须敬听 在所有师长的教诲当中啊 有六个字啊 我们时时啊 记在心上 就是要 为佛法 为众生 所以后来 师长又说啊 只要你发心啊 其他的事啊 都给佛菩萨怎么样 安排 所以我听了也很欢喜 后来啊 因为过去生的习气比较重 喜欢做生意 你们看得出来吗 我妈妈常常都会讲到这里 所以我每一次回外婆家 都会去 买一个小的那个 那个 比方说 卖那个地瓜 那个叫地瓜什么 就是人家拿五毛钱来给我抽啦 然后抽到来 我就东西给他 我记得呢 第一次是八十张签啊 可以赚四十块 那本钱是二十八块 所以我从小就 从小本生意做起 一次可以赚十二块 后来慢慢再增加 所以我妈妈说 这个过去生 一定做生意 结果真的呢 我小时候写日记 我的志愿 我就写我要做生意 而且啊 那个做生意是写到 无奸不成商 这句话是错的 我要把它改正过来 所以这个习气就一直带着 都没有改 所以后来啊 思想很纷乱啊 都一直想要赚大钱 都觉得啊 赚钱以后啊 我就可以帮助别人 后来 后来因为听到师长的教会啊 这个观念啊 慢慢就 转变过来 真正帮一个人啊 最彻底的 是让他转乱为善 转迷为物 转返成圣 当他明白道理啊 他才能真正离苦 才能真正经营财富 经营好家庭生活 所以当我把这些 纷乱的习性啊 放下来 也没有去求 机会就来了 刚好我那个时候 没有工作啊 跑到台东 去住 那有一个学校 有一个老师啊 生产 生完产了 需要一个代课老师 刚好那一年啊 法律又规定 要大学毕业啊 才能当代课老师 所以整个乡镇啊 找不到一个大学毕业生 结果就找上我来啦 我一听啊 要带一年级的小朋友 那个身高啊 有的都还没有到我的腰啊 所以我很惩惶惩恐 我说不要了 拜托啦 我从来没有教过书 还是不要吧 结果一个礼拜以后啊 他们又来 说实在找不到人了 这个时候呢 佛陀的教诲啊 叫我们要横顺众生啊 不能拒人于千里之外 所以我就答应了 教了两个月的书 教到第一个礼拜啊 我很欢喜 终于找到一个行业啊 是可以很单纯的 为人服务 为学生服务 而不是为了什么 为了潜服务 所以越教啊 越欢喜 所以就下定决心啊 要从事教育这一条路 所以我一下山啊 马上呢 就去参加补习 结果佛菩萨 连补习费都怎么样 帮我们安排好了 所以那两个月代课啊 就有补习费啊 可以交 那我们在补习过程啊 我也很有信心 因为啊 佛菩萨会加持 记得师长有一次说啊 在这个末法时代 假如你发心 要为佛法为众生 那你就是啊 诸佛菩萨的独生子 因为诸佛菩萨 找不到人加持 没有人发心啊 只要有发心了 你一定变独生子 所以我们很有信心啊 诸佛菩萨会加持 所以在整个补习的过程啊 也很平稳 所以也很幸运啊 就顺利考上了 然后佛菩萨很慈悲啊 他派给你的任务啊 都不会压死你 所以因为呢 我还没有教学经验 所以第一年啊 就给我是课任老师 等我熟悉了教学的生活啊 第二年就让我带一个班级 而这个班级啊 并不好带 然后第三次啊 我又带一个全校啊 最不好带的班 那也熬过来了 所以能力啊 也透过佛菩萨的安排啊 一点一滴啊 慢慢提升 结果接完这个班以后啊 我就到海口去了 就变成了要承担 海口校联中心的推广 所以我们也是抱持着 师长命啊 行物了 记得在今年初 刚好我在外面忙啊 那有一个小孩啊 十多岁 我就吩咐他 在中心里面啊 听师长讲经 听完之后呢 我回来 他要跟我报告 那一天中午啊 在吃饭的时候 我就问他 我说今天啊 你听老和尚讲了什么 孩子啊 他就说 今天老和尚说啊 他说他的年纪啊 都快八十岁了 还要为了世界和平 正法久住啊 常常要在国际间啊 飞来飞去 有哪一个年轻人啊 愿意发心啊 也来做这些事情 我老人家 给他磕头 当时候啊 这是在一个 十多岁的孩子的 口里讲出来 但是我们做 弟子的啊 听了之后 非常惭愧 所以呢 也抱持着 以师志啊 为己志 以师长的志向啊 为我们自己的志向 来努力 而 能感啊 是我们的心 所感 是境界 所以当我们起了 这个念头啊 感应马上就陷了 所以从那个时候 没多久啊 深圳的姻缘啊 就接上了 所以从 那时候开始啊 我就开始啊 坐着飞机啊 飞来 飞去 所以 师长命啊 行物了 师长教 需静听 我们面对 师长的教诲啊 绝对不能打折扣 师长讲十句啊 我们要做几句 十句 假如师长讲五句 讲十句 我们只做五句 另外五句不做 那是用分别直锁心啊 在接受教诲 这样会不得受用 所以只要师长的教诲 我们一定要 要往那个方向 不断 努力 这样就能得到受益 所以老老实实啊 是修到一个 很重要的 态度 再来 众生乎啊 应勿还 我们都看到啊 现在的人啊 因为没有 接触到 圣贤学问 所以很多的 思想观念 错误了 那错误以后啊 又造作很多的 过失 所以自己是 苦不堪言 我们在地藏经当中啊 也看到 佛陀啊 摸着地藏菩萨顶 告诉地藏菩萨 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让 我灭度以后 还有 弥勒佛来之前啊 这一段时间的众生啊 不要堕到 善恶道具 诸位同修啊 谁是地藏菩萨 诸位同修 释迦摩尼佛在摸 谁的头啊 我们都是释迦摩尼佛的学生啊 我们都有责任跟使命啊 要续佛 惠命 而地藏菩萨 表的就是 孝 跟敬 所以只要我们现在认知到 孝跟敬的重要 我们就要把这样正确的态度啊 广宣 留步 给跟我们有缘的人 记得有一次在听师长讲到 普贤十愿 其中有一愿叫 请佛注释 师长提到了 佛法难闻啊 能闻佛法的人 已经是万中一二 而能闻到佛法 又是正法的 又相对减少 能闻正法 又能闻 慈明念佛 可以当身成就的法门 又是 难上 加难 无过此难 而我们今天 却有这样的因缘 已经遇到了 那你不请自己注释啊 你要请谁 注释 当场啊 师长的教会啊 把我们的分别执着啊 打掉了 所以我们要有这一份使命啊 能够听到众生的需要 所以众生乎 应物还 好 那我们接着看下一句经文 我们一起啊 把它念一遍 预备 预够起 东则温 下则静 尘则醒 昏则定 出必顾 反必念 居有长 夜无变 东则温 下则静 这个是在东汉时候 有一个读书人叫 黄香 他才九岁 他才九岁 就懂得啊 冬天的时候 帮父亲啊 先把被温好 因为他的父亲身体比较不好 那母亲又去世了 所以他呢 就有责任啊 尽心尽力啊 照顾好父亲 那夏天时候比较热 他就先拿着扇子 把床啊 三两 再请父亲来睡 诸位同学 黄香才九岁啊 他就这么样知道 笑道 后来 皇帝知道了 这件事情 马上啊 就给予他很高的肯定 写了八个字 江夏黄香 举世无双 其实这个皇帝这么做 也是很有智慧 他知道要扬善 让所有的人民啊 都来效法黄香 后来黄香啊 也当了大官 替人民 做很多的服务 那有家长就说了 他说呢 冬天让孩子去温背啊 会不会感冒了 所以你看呢 我们替孩子做越多啊 反而让他学习的机会啊 就越来越少 哪有这样就感冒了 那身体实在太虚弱了 那就是要多做啊 因为多做当中啊 他的经络啊 才会发育的好 体格才强壮 免疫系统 才会形成 那东温下境 他是养父母之身 也是养父母之心 因为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 父母的内心啊 非常安慰 除了 冬温下境之外 我们也要处处啊 在父母的生活 起居当中 去满足 他们的 需要 比方说 昨天晚上 您看呢 这个冷风缩缩啊 也会感受到 今天的天气 一定会比较下降 赶快啊 打一通电话 问候父母 然后叫父母啊 明天啊 多加件衣服 所以也是 关心到父母的健康 当你在打这一通电话的时候 虽然你的孩子在旁边 可能在玩耍 但是对他有没有影响 影响很大的 孩子的学习啊 不像我们大人 必须要很专注 他是眼观四面 耳听什么 八方 耳冲目明 所以我们所做点滴啊 他都在学习 很多人都说 现在是小家庭啊 怎么教孩子孝道 最重要的是 你有没有心啊 当我们可以推测到 父母家里可能没有米了 赶快呢 来儿子 我们给爷爷送米去 带着孩子 一起去做 当你每一个要汇款 给你的父母 把儿子带去 来儿子你来写 写汇给爷爷奶奶 这都是很好的 教育机会 而养父母之心啊 最重要要处处能体恤 父母的情绪 父母的感受 记得我听闻佛法以后 感受到啊 自己得到很大的利益 以希望啊 有更多的人 能够得到法益 所以我心里面啊 就有一个底啊 可能往后啊 要离开父母啊 来做事情 来尽一份心力 所以在 学佛这个过程当中 在两三年前啊 我就会跟我母亲讲 我说母亲啊 我们有这么好的机会啊 都闻到佛法 都闻到法意啦 我们也很希望啊 有更多的人 能够闻法 所以你儿子很幸运 那我们要让这一份幸运啊 让更多人受益 所以母亲啊 你一定要把儿子啊 捐出来 在两三年前啊 就先跟父母啊 先打招呼 结果 过了这一段时间啊 很巧 在 在前年的九月份 刚好师长派杨淑芬老师 要到海口啊 去了解一个推展中国文化的机会 那杨老师啊 就带着我这个晚辈啊 一起过去 所以当我母亲啊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啊 她一点啊 也没有觉得很唐突 她也很欢喜啊 就让我来 反而是我母亲啊 在劝我父亲 她说你要放下 各有姻缘 不要强求 还是我母亲在劝我父亲 所以我母亲很多同事都说啊 哪有人像你这样的母亲 人家母亲都是舍不得儿子走啊 你是把儿子怎么样 送出去 所以我们善体亲心啊 让父母时时有心理准备 而不会觉得很唐突 那当然 因为我的父亲一开始啊 他也会有担忧 他曾经就跟我 我要出去以前啊 他就跟我说 他说这个很困难 教育的工作啊 几乎一千个人做 可能一两个人 都不见得做得起来 那我就跟父亲讲 我说假如 一千个人做啊 只有一个人成功 那我们是要去了解 999个人如何失败 还是要去了解一个人如何成功 要去了解哪一个部分 哪一个部分 如何成功啊 你去学失败干什么 但是我们现在往往有一个惯性 都先看到 很多人都做不起来 所以自己就被自己打败了 都往坏处想 其实啊 一个人想要找借口啊 要找一千个一万个啊 都没有问题 但是假如肯做啊 下定决心啊 那还是可以勇往 值钱 所以我就跟父亲讲 我说假如啊 这一个成功的人 他必须具备很有财富 很有地位 他的家亲眷属啊 还要当大官 才能做到 那我一定做不到 因为我没有这些东西嘛 但是假如 这一位推展成功的人 他并不需要这一些条件 而他需要的条件呢 我们也拿得出来 那这个我要考虑哦 那后来 我就跟我父亲讲 我说老和尚 他一个人啊 到了台湾 也没有财富啊 然后身边啊 也没有亲人 但是凭借着一个好学的心 一个慈悲的心 希望啊 成就众人 所以有这一份真诚的心啊 敢得很多好的老师啊 给予他教诲 那也敢得很多好的护法 来护持他 来帮助他 所以老人家 一个人啊 把佛法 把正法 红传到 全世界 所以 牢上有真诚的心啊 我们也有 真诚的心 所以父亲听完了 你就没有 继续来 劝说我 后来我就接着 跟我父亲讲 我说父亲啊 我绝对不奢望 中国文化 在我的面前啊 开花 结果 因为十年树木啊 百年树人 这个教育断了根啊 必须要在好几代人的努力啊 才行 老祖宗几千年的智慧 传承到我们手上 假如断在我们的手上 我们对不起 列祖 列宗 我们也对不起啊 后代 子孙 深圳有一个万幸宗慈 见得非常的庄严 我是第一次啊 去礼拜万幸宗慈 一到里面去啊 我对着每一面墙啊 顶礼 上派 内心在想 我们是救驾来迟 不知道让老祖宗啊 掉了多少眼泪 所以这三 每一面墙的顶礼三败啊 是代表一个很忏悔的心 希望往后啊 能够尽自己 后代子孙的一点责任 所以我跟我父亲讲 我说中国文化 不在我们这一带断根啊 我就心满意足 后来去了海口 三个多月时间呢 遇到过年 我也回到家里来 一回到家 我们行李刚放下 赶快啊 就跟着父亲啊 一起回去看爷爷 看奶奶 因为当我们对爷爷奶奶 很恭敬啊 父母一定非常欢喜 当天晚上 当天晚上回来呢 我跟我父亲啊 坐在椅子上 我就开始啊 也学习我这个 好朋友 把这三个多月来的 所做的事啊 点点滴滴啊 给我父亲报告 在这个报告的过程 我们提到很多孩子啊 如何孝顺父母 我看到父亲啊 在听我讲的过程里面啊 三度啊 落泪 所以其实啊 我也可以感受到 父亲啊 非常善良 他也希望啊 别人的家庭 别人的社会啊 可以更好 所以今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啊 我们尽心尽力去做 是养父母之心 也是养父母之志 去圆满父母啊 服务社会的这一个志向 因为父母用他们 几十年的人生岁月成就了我们 我们一定要立身行道 这样才能扬民于后世 隐显父母 所谓大孝 显亲 我们有一个老师 他刚好啊 去年的元宵节 来听课 那一天啊 他刚好坐在正中央 我对他印象很深刻 忠心的老师 当天啊 还打电话给我 他说蔡老师 今天是元宵节啊 要不要停课一天 诸位同学 要不要停课一天 学习哪有休息的 有没有 今天我们当父亲 跟儿子说 儿子啊 我今天请假一天 今天我不当爸爸 我们当老师的 能不能跟学生说 今天老师请假一天 不当老师的 我们时时刻刻啊 都在做孩子的好榜样 所以德行不能休息 当你延迟一天学习 我们的孩子可能就延迟一天呢 接受到正确的教诲 所以那一天就如期上课 非常欣慰 来的家长没有减少 结果他学习过程 只要听到好的故事 马上正笔集书开始写 所以我对他印象很深刻 三个多月以后啊 这位女士啊 第一次啊 走到讲台前面来 跟我说话 她说啊 老师每一次讲完课啊 很辛苦 所以呢 她觉得不方便 再来增加我的负担 可是今天因为啊 她已经啊 想要啊 出来讲课 她觉得这么好的教诲啊 不能利益自己家庭而已 要啊 利益更多人 所以她打算啊 回她的故乡 文昌 去教授弟子规 她是在航空站上班的 也不是师范院校毕业的 但是 由于她这一份用心啊 相信她会进步的 特别快 所以发心是重点 用心啊 就是专业 只要用心啊 我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把教育学好 把一些能力备注 所以俗话说啊 人有善愿 天必 从之 所以当她这一份愿心发出来 当她第一步跨出去的时候 她可能会摇摇晃晃 但是旁边这一些同学会怎么样 赶快帮她 服务一下 很怕她站不稳 所以这一位老师一 说要去故乡教书啊 我马上呢 把德语故事啊 送给她一套 哇 她接得非常欢喜 我说你以后不要再一直写了 这些故事啊 都在里面 那其他一些第一线的老师啊 也很感动 马上把他们的教学经验啊 都跟她分享 所以这一个老师啊 她教学呢 越教越好 来上课的孩子越来越多 刚好有一次 她上到了 四诸父 如四父 四诸兄 如四兄 上到这里的时候 她就买了 一揽的荔枝啊 回故乡教这一句 教完之后 因为啊 学了就要做 她当然是引导了孩子 了解到 一切父母 长辈 对家庭 对社会 都有贡献 都值得我们尊敬 讲完以后 孩子也很有善根 马上啊 拿着荔枝啊 在他们的乡镇里面啊 跑来 跑去 好 一见到长者呢 马上就把荔枝啊 给长者吃 诸位同修 他们的乡里啊 那一天弥漫着 什么样的风气啊 敬老 爱幼 敬老 尊贤的风气 当天晚上 他们乡里面啊 他们乡里面啊 很多的长辈啊 打电话 给他父亲 对他父亲讲 从来没有一个 嫁出去的女儿啊 这么样的 回馈自己的家乡 这一句话 是从他的父亲啊 讲给他听 他在电话的那一头啊 自己也很感动啊 眼泪都掉下来 所以当一个女儿这么做啊 确确实实 让父亲的心 非常的安慰 非常的欢喜 父亲也有这一份啊 利益社会的志向 而女儿帮他完成啊 也是养父母之志 所以这样的快乐啊 诸位同修 可以维持多久 可能他的父亲 都会觉得 这一辈子啊 养这个女儿啊 非常值得 所以这个跟 包一个红包啊 给父母 买个东西给父母啊 那个快乐啊 是不大一样的 好 所以我们从 东则温 下则静 要体会到 养父母之身 养父母之心 还要养父母 之志 接下来 尝则这儿 尹刺寻 婚 则定 早晚问候父母 有一位老师 他来听完课 也回去教地址规 刚好打了一通电话 到我们中心 这位老师说 地址规里面有糟粕 这个糟粕就是 那个米 不好的部分都不吃的 那我就进一步 请教这位老师 我们可不要当场 又跟他辩论起来 这样会适得其反 因为你假如说你错了 怎么可能会有糟粕 你一说他错了 他马上全副武装 怎么样 开始跟你辩 我们教人也很客气的 跟他说 请问您觉得 哪一句话是糟粕 这位老师说 诚则醒 婚则定是糟粕 为什么呢 他说一天要问两次 太麻烦了 太麻烦了 那我接着就跟这位老师提到 我说父母 对孩子的关怀 失恋了 一天几次 无始不可 有一位老师他就跟我说 在春秋之际 气温变化特别大 所以孩子往往在半夜 都会踢被子 所以他们在春秋之际 被子都盖得特别薄 然后半夜自己 冷得醒过来 然后先去帮孩子 怎么样 把被子盖上 然后再安心回来 睡觉 所以当父母连在睡觉的时候 都会挂念 孩子 更何况是白天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早上 小朋友去跟父母问好 爸爸妈妈早上好 昨天睡得好吗 当一个公局下去 俗话说 人逢喜事 精神爽 哪有比孩子孝顺 更快乐的事情 所以父母一天 情绪都很好 然后看你额头发亮 代表昨天晚上怎么样 睡得很好 他也很放心 晚上下完课回来 父母也不知道你今天 情况如何 我们主动再去问候父母 父母一看 气色不错 在学校应该没有打架 没有跟老师同学有冲突 所以父母也很放心 所以一天两次问候 能减少父母很多的担心 结果我讲完以后 这个老师 他就比较能接受 他说蔡老师 你的中国文化学得不错 你跟谁学的 我们听了文遇口 承访一整口 我说我跟杨树芬老师学习 结果突然这个老师 给了我一个回马枪 他说蔡老师 这一句话你自己都没有做到 因为我离乡背景 没有办法早晚 给父母沉着醒 昏着丢 当老师的最怕 就是学生说 老师你没做到 全身怎么样 冒冷汗 这个时候我就跟这个老师说 我说假如我现在 早上打一通电话 晚上又打一通电话 回家里去 我妈妈会骂我 她会说 你不知道长途电话很贵吗 不要这么长打回来 只要每个礼拜六晚上固定 打回来就好 所以我们要顺父母之意 而且那个培养默契 往往礼拜六 那个电话一响 我妈妈就会说 儿子打电话回来 这个时候就把这个礼拜 哪一些事情跟她报告 家里有哪一些事 我们也关心一下 所以成则行 婚则定最重要的 它的本质是 不要让父母担忧 这才最重要 假如我们的德行不好 每天纵使一天打十通电话 父母不担心了吗 还是照样担心 所以这句话的本质要抓在 提升自己的德行 让父母对我们非常放心 非常不担忧 那这个才是 那这个才是落实了 这一句的本质 下一句 出必顾 反必面 要出门的时候 要先跟父母讲 我们去哪里 他才会放心 甚至于是 假如你出外念书 你的学校跟你住的地方 最好能够让父母 亲自去一趟 他看到了学校 还有居住的环境都不错 他才不会多操心 这些我们为人子女 要善体 亲心 这些工作 要做 那出门去之后 也要把 可以联络上的电话 住址 一定要给父母知道 临时有事 也马上可以通知得到 当我们回来的时候 要主动 跟父母问好 那父母也了解 我们已经回来了 他就很放心 有一个老师 他在学习地址归以前 他觉得他是大乘根性 结果后来学的地址归 他把他直直细细 看了一遍 他说他只做到一条 哪一条呢 便尿回 择敬手 所以他说 知此敬夫有 他要好好来落实 他就先挑 马上可以做到 他就挑这一句 沉出必顾 反必命 所以有时候 他确实比较晚回来 妈妈已经睡觉了 他都要轻轻的 走到妈妈面前 跟他妈妈说 我回来了 但是很小声 自己听得到而已 所以他觉得 他假如不做 自己的内心不安 所以他有这样 这么老老实实 例行经典教会的 这样的态度 相信 他的学习一定是 得日真 过日少 好 那我就有曾经 交到一个孩子 他一回到家 一句话也 一声不响 马上跑进屋子里 在那里打电动玩具 那个东西很容易沉迷 现在不知道有多少家长 很头痛 因为一沉迷 你要再拉起来怎么样 很困难 所以还是要胜于 开始 那假如现在孩子已经大了 他又这么 沉溺在这些玩乐当中 你可要 一点一滴把它导正 你可不能 当天回去就把 所有的东西都收掉 不能看电视 收了 你的孩子假如已经身高 跟你一样高了 你可能会有危险 所以慢慢 把时间给他 剪掉 让他比较能接受 那你又 起而当榜样 给他效法 把他的善根 慢慢 唤醒 但是孩子假如只有 五六岁 甚至更小 那恶化不说 把电视怎么样 收了 还有莫大的 好处 结果这个孩子 一生不想进去 他的家长说 孩子怎么都没回来 家长还打电话到学校 说都一个多小时了 孩子还没回家 家长很心急 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定下心来 告诉他 你先别急 因为呢 学校也没有活动 应该是已经下课了 你先进屋子去 看一看 到底孩子有没有回来 结果一去看 早就在里面 打电动玩具 所以你看 孩子没有 反避面 让父母 多操 多操心 好 那我们这一节课 先讲到这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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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